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把陈毅所部作为重要攻击目标 暗示 打了一年后 他在全国被歼灭71万人马 而在山东损失最大 因此 被迫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 重点进攻 蒋介石选择了两个地方 一个是党中央所在的陕北 一个就是陈毅领导的山东解放区 进攻陕北 蒋介石是为了夺取延安 消灭毛泽东等人 进攻山东 则是为了消灭陈毅和他的野战军主力 蒋介石进攻陈毅试下了大狠心的 动用了他五大主力中的三支精锐 即整编十一师 第五军 整编七十四师 以他们为骨干调集了七个整编师 均二十万人 组成三个兵环 至于第一线做攻击部队 加上跟进击驻驻战部队 共达四十五官之中 并且还派陆军总司令 顾主同 坐镇徐州统一指挥 蒋介石为什么要把陈毅作为进攻的主要目标之一 除了陈毅所复占领华东 直接威胁徐州 南京外 蒋介石还有自己的理解 1947年2月19日 蒋介石在南京军官训练团上说 现在官内的共军约可分为五步 此五步中 求我的观察 以陈毅部最为顽强 训练最精 诡计最多 肃清最为困难 这就是他要重点进攻陈毅的原因 这时重点进攻已经开始 国民党军坎哥高奏 先是收复苏北 接着攻克了林毅 蒋介石断言 陈毅已失亲老条 消灭陈毅为师不远了 蒋介石本人也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然而 他话音才落 2月23日 正五来五战场上响起了第一枪 陈毅指挥大军突然发起攻击 一举歼灭国民党17个步兵团 5.6万余人 活捉了第二绥靖区 中江副总司令李仙州 七十三军军长韩逊 这一场歼灭近六万人的大战 陈毅仅仅用了短短五个小时就结束战斗 干净利落 在陈毅向党中央发去来无战役的捷报后 他身边一位工作人员在日记中写道 晚饭后 军长夫妻及陈毅 张希 在广场上开汽车 肃 欲带着家小爬山打枪 谭震连坐军长的车子 我们一群群真是象征着胜利后的愉快 陈毅失去了老巢 反而更加轻松了 蒋介石哪知陈毅的战略方针 事不计较成一地之得失 主要目标是要歼灭他的有生力量 蒋介石说陈毅难对付 确实没错 不久 陈毅又在孟良顾歼灭蒋介石 五大王牌军之一整编七十四师 接着 解放以南 然后 在怀海大闹天宫 四个月后解放南京 上海 直接把蒋介石赶去了台湾 蒋介石到了台湾后 对陈毅恨之入骨 念念不忘 多次派人到上海暗杀陈毅 结果 还是和以前一样 陈毅太难对付 派去的 人马都被陈毅手下活捉 无疑返回 1905年9月解放军受十大元帅后 据说 在台湾的蒋介石 拿着一份香港报纸 对十个人的名单审视了一遍又一遍 最后指着陈毅的名字对宋美龄说 这个人 太厉害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